325人士分欄,主要是把B欄 B欄裡面的資料,把它按照1234 那你會發現這個順序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四個資料,然後把它放到這邊來 把它變成橫的 那你會發現放過來之後 還要把冒號前面的資料刪掉 那再放過來 類似像這樣,這個是它的時間 它的姓名,然後它的功耗,它的內部號碼 所以總共會有四個欄位 那當然這個如果用土法葉剛來做的話 那不得了,如果這個假設是像鴻海這樣的公司的話 幾十萬個員工的話,那不得了 你光要處理像這樣的資料的修改 那就要費很大的力氣啦 所以這個地方用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幫忙完成 就是這個結果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需要用到的函數 就是會有幾個 其中的話當然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最後結果,你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總共幾個人 二、二、四、六、八個 八個員工 也就這邊有八個,一個 這是人事部的 第二個這個是業務部的 總共有七個員工 八個員工 那八個員工的資料 要把這個八個員工 所以 待會兒我們做基本上就是這樣 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它先搬過來 所以前面的冒號也許先 先暫時 反正就通通搬過來 那第二個階段呢,再去思考說 如何把冒號前面的資料刪除掉 OK,所以我們可以分兩階段來完成 當然 不是叫你用圖法鏈 不是說 現在就是 把這邊Ctrl-C,Ctrl-V,Ctrl-C,Ctrl-V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它耗很大的力氣 而且 人數多的話 那就不是一個好方法 當然喔,其他還有什麼方法 比較快一點呢 那比較快一點的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一個功能 就是 雖然是複製 但是你貼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讓它轉方向 貼的時候 你可以用選擇性貼上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選擇性貼上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 值得要變成橫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轉字 所謂的轉字 選擇性貼上 裡面有個轉 轉字的話其實是可以轉方向的 也就是把原來縱向的 改成橫向的 所以當然你會發現 如果貼過來有沒有 這樣貼 但問題來了 你變成說如果你要貼的話 你要再一次 再複製 然後再選擇性貼上 有沒有 然後再轉字 再貼 問題喔 這還是一樣 你變成說 雖然本來是要貼32次的 現在變成說要貼8次 好像變少了 效率有好一點 可是畢竟還是要反覆貼 但如果員工人數超過萬個的話 那你可能一整天都要貼幾萬次喔 那當然一定不是好方法 而且貼完之後還要想辦法 怎麼樣 把這些東西 前面的東西砍掉 OK 那這地方該怎麼做 各位想想看 什麼方式比較快 當然 其實如果你假設用剛剛講的 這個轉字的方式 如果把它錄製下來 那配合一個回圈 說不定其實也是個方法 就是把範圍貼過來 轉字 放上去 然後再把這個資料 冒號前面的東西刪掉 這也是個方法 但是喔 這個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那這裡當然我要介紹 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是用貼的 我們是用函數的話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插入函數裡面 有哪些函數可以 可以幫得上忙的 那其中的話 當然我們 因為第五個單元 是有關查閱與參照 所以這裡的話 可以用到幾個 其實這些當然 一般人比較少用 但是很重要 比如說像index 如果你會用index的話 那其實這一題 大概可以解決 我們需要的結果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這個 叫做indirect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只是說呢 這兩個函數 到底要怎麼使用 那當然如果你完全沒用過的話 你不妨可以先試試看喔 index 那當然喔 你按下確定 因為它這邊其實就是 顧名思義啦 鎖引 那當然細節部分 你可以看函數說明 那當然我簡單說一下 其實它這個index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有兩個選項 不過引述部分 我們先用第一個 預設的這個按確定 那實際上 這index是什麼作用啊 其實它主要要給它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array 以後如果你看到array的話 記得就是範圍 哪個範圍 就是我要選取資料的範圍 也就是說我B欄的部分 那當然不用選到B1 因為B1是欄位名稱 所以你選的話喔 記得把B1先選起來 選到下面 那還記得吧 我們如果要選到下面的話 先選B2 然後呢 Ctrl-Ship向下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可以 B2 可以幫我選到底下了 好 那這個是array就是範圍 它的這個範圍裡面喔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範圍裡面 底下第二跟第三個問題喔 其實跟這個array有關的 roll的話 指的是 這個範圍的哪一列 column是這個範圍的哪一欄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roll跟column 列跟欄 實際上是指的是這個array 裡面的資料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要取得的是這個 入職時間的話 那實際上喔 相較於這個範圍的話 它是哪一列呢 特別說不是外面這個列 不是2喔 指的是這個範圍 所以這個範圍裡面的這個列的話 那當然是第一列 所以這邊就填上1 那第二個的話呢 哪一欄 欄的話呢 其實這個範圍只有一欄 你不能說老師這邊有ab 你不要看外面的 所以外面不要看 記得喔 是看這個範圍裡面的哪一列哪一欄 所以理論上一定是第一列 然後欄的話 你會發現這一欄 所以一定輸入1啦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輸入1跟1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它會幫你得到的 那就是入職時間 也就是說第一列的資料 那如果說同理可證 如果說今天要取得第二 第二個資料怎麼辦 那其實上面這個不改 範圍都固定了 那這個的話 藍也只有一欄 那第二個的話其實就改這個 就是roll index 改成2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輸入2的話 它就是姓名 那如果同用3的話呢 那當然就變功耗了 所以喔 同樣的道理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呢 我要讓它全部都填滿的話 其實只要針對roll的 這個哪裡呢 裡面的數字做變化 也就是說 我今天假如說 這個位置輸入1 這個位置輸入2 這個位置輸入3 一次類推 然後底下的話 5、6、7、8 那如果說呢 我假如說 可以取得這個數字 填到這邊來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得到 我們要的結果 OK 所以喔 你會發現這邊 這邊是輸入1啦 OK 那按確定 錄值時間就出來了 那當然呢 不需要傻傻的 你就要說 老師我複製一下 把公式呢 貼上 把這個公式如果拿來用的話 貼到這邊 我只要把它改一下 改什麼 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 OK 所以有什麼方式 那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一定要鎖起來 這個你看 貼過來它變成B了 所以 如果你要 讓它固定的話 這邊請記得就是 這個範圍可能要怎麼樣 把它前面都加前的符號 因為會向右也會向下 所以這邊可能要把它選起來 按F4比較快 F4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把 這個藍列全部都加上前的符號 那你自己手動加前的符號也可以 只是說你要加4次 那你可以 這個公式有了 如果把這個公式 假設 下一個的話 當然也不是叫你突發煉鋼 就是說我試一下 我們今天只要把這邊改成2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 底下 我只要產生1,2,3,4,5,6,7,8 只要是橫向4個 1,2,3,4 然後下一個的話 就4的倍數 就是加4的一倍 就是5,6,7,8 再加4的兩倍 那就等於是90,11 90,11,12 那如果產生這個數字的話 那我就可以 很快的可以把這個資料 通通給抓過來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3,2,5 人事分欄先打開 好,試試看